各位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道德观察的五一特别节目 职责 今天我们来说说有关医生的事 不管你是贫富还是贵贱 每个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医生 这个治病救人似乎就是医生的天职 但是当病人的健康与个人的得失需要进行选择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选呢 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个事 看起来似乎有些曲折 但实际上在医生的心中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那就是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陈宏是扬州大学的一名学生 在大二的时候 他突然在上楼的时候晕倒失去了知觉 陈宏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抢救 到达医院时 医生发现陈宏晕倒的原因是心跳骤停 紧急抢救之后 陈宏恢复了知觉 可是几个月后 这危险的一幕又再次重演 医生告诉陈家 陈宏的心脏隐藏着一种特殊的病因 正是他让陈宏随时会猝死 你一定要查出那个病情 医生向他们推荐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辅属医院的心脏科主任 曹克江医生 春节过后 陈宏满怀期待地住进了医院 可是在那两个星期也没有见到曹医生 陈家等得越来越心急 医院对陈宏进行了各项检查 还没有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 接着医院又突然通知陈宏去做一个特殊的实验 运动实验 陈家人终于等来了结果 陈宏患的是多行性心动过速及试颤 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 唯一的救治方法是在体内植入心脏腹率除颤器ICD 而一台ICD机器需要13万元 陈宏的父母亲都是工人 陈宏两次病发已经花费了5万元 如今的13万元手术费无疑是天文数字 陈家提出要出院 曹医生极力挽留他们 说会帮他们 可是陈家人对此疑惑起来 他们想起了那次运动实验 以及种种疑点 还有社会上关于医院的很多传言 陈家没有告知医生就迅速地办完手续 带着女儿出院了 还没有回到南通的老家 生气的曹医生就打来了电话 陈宏随时可能的猝死更让曹医生放心不下 他曾经治疗过一个28岁的叫陈顺青的小伙子 就是因为得了这种病没有更换仪器 不久就去世了 曹医生将小伙子的病情记录永久地存在电脑上 并且陷入了长久的自责和内疚之中 这件事情对我打击非常大 如果再把这样的一个悲剧放在这个女孩子身上 那对我们的打击更大 其实在陈宏确诊之后 曹医生就数次联系厂家 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可厂家一直没有做出确切的答复 所以曹医生并没有向陈家提起此事 陈宏回家后 厂家那边传来消息 说决定捐献 可是想到出院时的陈家种种的猜忌 曹医生有些犹豫了 我们几个人商量 怎么办 打电话不打电话 告诉这个姑娘的家庭 还是我们就把这个家庭放弃 不管的家庭怎么想法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机会给这个姑娘 给陈宏确这个姑娘 这天晚上 医院还是拨通了陈宏家的电话 第二天 陈家就迅速返回了医院 但是此时的曹医生反而多了一层担心 如果病人主动来找你出现事情 他自己承担 如果是我们去找病人 一旦遇到事情 那我们要服务一定的事 毕竟是医院主动找上门 毕竟每一种手术都存在风险 于是院方和陈家签署了一份协议 他说我如果做了好事 万一你不成 我会变成坏事 还能告我呢 历经几个月的猜测之后 陈宏终于走上了手术台 安装上了仪器 他再次感觉到了生命的安全 而经过这次手术 双方冰释前嫌 陈家对曹医生更是说不尽地感激 他们这个职业也是挺不容易的 他在遵守他的职业规范 无论怎么样应该作为人 应该是具有良心的 这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灵气 那医生有的特别好 你比如说他晚上下班 我们认识他给他打电话 跟他咨询什么事 他都一一告诉你 我说我是来北京打工的 他说那就可以给你开最便宜的医生费 我感觉那个医生也特别让人受感动 医生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一般是都很神圣 要不怎么管他们叫白衣天使呢 不管是医生啊 还是咱们普通人 做抉择的时候都挺难的 你比如说去年我知道 有那么一件沸沸扬扬的事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 就是有一个高危的产妇 在北京 因为家属拒绝签字 医院就没有为他实施手术 最后产妇和胎儿都死亡了 那我们下面要讲的 也是一个危重病人的事 他不仅没有家属在身边 无法为手术签字 面对生命垂危的患者 这个医生该怎么做呢 是袖手旁观等待家属的认同 还是不顾职业风险治病救人呢 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接收了一名患者 由于病情严重 急诊室迅速通知了当班医生 患者是一名男青年 初步诊断是被刀刺中了心脏 出现了昏迷休克的现象 血压散不来 那个呼吸快 病人快不行了 医生分析 患者受伤后 积血没有完全流出 压迫住了心脏 当务之急是要替心脏减压 医生迅速在头脑里判断救治的方法 保守治疗虽然稳妥 但是不能立竿见影 被医生排除了 他考虑应该立刻实施手术 放出压迫心脏的积血 如果进行手术 而且是开胸的心脏手术 就应该在具备条件的手术室里完成 可是患者当时却在急诊室 从急诊室到手术室的路程 恐怕是患者无法到达的距离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在人来人往的急诊室里进行手术 可是这里的条件根本不具备 一般认识应该急诊室 条件都比较 就是说简陋 而这时患者的情况越来越危急 从刚才的休克状态 已经发展到了心跳停止 而心跳一旦停止五分钟以上 就会导致死亡 或者即便抢救过来 也会因为脑缺氧而成为植物人 患者只有五分钟时间 也就意味着医生只能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 让患者起死回生 他当机立断 决定利用急诊室里现有的条件 开始抢救 医生连起码的消毒时间都没有 直接把酒精泼在了患者身上 然后用普通刀片和剪刀 实施开胸手术 打开了患者的胸腔之后 证明了医生的判断正确 的确是积血压迫住了心脏 患者起死回生 基本保住了生命 这时就可以把他从急诊室 转移到了手术室了 那里也已经准备就绪 在无军的手术室里 普通的白大褂换成了手术专用服 手术器具也都经过了严密消毒 而且非常齐全 到了第三天 患者已经完全脱离了 在这个时候患者的父母 也从黑龙江赶到了苏州 看着病床上的儿子 又得知了抢救过程 父母是百感交集 医生和医院都以为 手术成功了 小李死里逃生了 肯定会有家人来感激 社会来表扬 什么救死扶伤 再生父母之类的话 肯定会有 但是没想到 出了反对的意见 有人说患者或者家属 应该享有知情权 在手术之前 他们应该签字确认 那类似的手术呢 也应该在无军环境里边完成 万一这个手术要失败了 病人要死了 谁负责呀 那谁该负这个责呢 这个医生做得对不对呢 医德上来讲 他应该就是 先把这个人先救了 如果我是医生的话 救人要紧 我宁愿承担一定的风险 你对他完全不作为的话 那肯定就完全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院方也承认 患者有可能会被感染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质疑 当时没有任何人为患者的手术签字 当时不仅患者经历了危险 医院同样冒着手术费没有着落的风险 医生也得承担 万一手术失败的后果 针对这起因为急救而引起公众讨论的事件 记者也走访了苏州市卫生局 我们是鼓励医务人员 鼓励医疗机构 在患者需要的时候 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来挽救患者的生命 这个是最重要的 此时不仅被苏州当地的舆论关注 在北京的权威专家也发表了看法 他敢于果断地做出决定 那么把病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我想这是判断医生 有没有过错的一个金标准 患者能起死回生 体现了医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高超的专业技术 两者必须相结合 缺医不可 我们不能说那些反对意见都是错的 但是在医院自负盈亏的背景下 医生不问是不是缴纳了手术费 就实施救助 更重视生命 不惜冒着将来可能成为被告的危险 进行抢救 这样的选择有几个医生 有几家医院能做到呢 抉择总是困难的 说到抉择 成都有一位产科大夫江庆林 就遇到了一件难以抉择的事 因为他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那都是性命攸关的生死考验 2005年12月25号是个星期天 成都街头到处洋溢着圣诞节的热闹气氛 而侍妇幼保健院则显得比平日要安静许多 早上8点半 值班医生江庆林准时出现在四楼住院处 开始了例行查房 今天他得重点查看特需病房的产妇 王林 对于王林 江庆林知道 他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剖腹产手术 年龄偏大 而且检查中还发现他患有胆愈症 属于高危产妇 所以江庆林打算安排他在星期一接受手术 因为星期天产科的值班医生较少 怕医疗力量不够出现意外 然而 检查的结果却让江庆林不得不临时更改手术计划 任何迟疑都会导致两条人命的代价 他决定立即实施手术 临时的变故甚至让王林的丈夫马军来不及多想 并匆匆签字同意手术 十分钟不到 惊魂未定的王林已经被护士推进前往六楼手术室的电梯 准备手术前的麻醉 就在此时江庆林接到了弟弟从家里打来的电话 他就说我的父亲最近两天不好 但是今天特别难受 我想他难受会不会是心脏的问题 因为家离我这很近 就到我们院来做新电筒 写安等安等 几分钟后 当江庆林在一楼门诊大厅见到父亲时 父亲的样子把他吓坏了 出气很困难 特别脸上没有伸 还有咳嗽这种情况 气喘 我已经感觉他就是一个心碎 新电图的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 广泛性心肌缺险 这比江庆林的判断还要严重 需要立即进行心脏复苏和强行抢救 江庆林赶紧找来几位同事帮忙抢救父亲 此时手术室里对于这一切还全然不值 自王林被推进手术准备区后 丈夫马军就一直站在隔离门外 看到江大夫许久没上来 马军有点心急 向下楼去看看 当他刚走到四楼 就碰见江大夫推着一位老人急匆匆地冲过棗廊 马军的出现让江庆林突然意识到 六楼的手术可能即将准备就绪 如果手术时间被拖延 产妇和孩子都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一边是随时可能死亡的父亲 一边是等待抛妇产的高危孕妇 江庆林该怎么办 其实根本能不能做 我去再去思考找人 因为你在找人和患的时候 这又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手术室里麻醉工作已经做好了 一向会提早进手术室的江庆林 今天却还没有出现 直到此时同他一起做手术的 其他医护人员才得知 江大夫的父亲病危 需要立即抢救 他们都担心江大夫 还能否来做这台手术 那一瞬间两边都重要 我能够但是 我的亲密还是放在 因为这病人 他应该说是我们的亲人 他信任我们才来到这 他第一次 他就有个失败的这个情况 那这次我一定要对他负责 江庆林看了看父亲 淡淡地嘱咐了一句 如果父亲病危 给我来个电话 然后静静地走向六楼手术室 在环节产妇紧张情绪的同时 江庆林的手术刀 已经悄悄地开启了生命之门 因为我当时要吃心慌的话 病人出问题在我的手上 甚至我的父亲 我要去救我的父亲 把病人放下 我的心也会不会安的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二十多分钟后 伴随着医生响亮地啼哭 新生命降临了 是个健康的男婴 时一时许 手术顺利完成了 江庆林度过了 一生中最难熬的三十分钟 看到王林母子平安 她这才匆忙换下手术服 一路小跑着 赶到父亲身边 看到女儿给产妇 做完手术回到自己身边 父亲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经过一番抢救 父亲的病情 总算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这件事有了圆满的结局了 我们该怎么评价江大夫的行为呢 按照结果看 江庆林 郝大夫 坚守岗位 恪守医德 以病人为重 可父亲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 他会原谅自己吗 那反过来说 他去照顾父亲那边了 这边产妇要出了事呢 我估计批评他的人可能会更多 善离职守 铁石心肠 不管你做出是什么样的选择 都代表着您心中的道德天平 更倾向于哪一个方面 江大夫心里的天平没有保持平衡 他倾向了病人这一边 但我们却因此称出了江大夫的医德和良知的分量 感谢所有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医生们 明天请您继续收看五一特别节目 我们来讲讲有关低歌的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